还记得这个画面吗 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恐龙 若是平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可能会觉得有趣搞笑 但如果这画面是出现在 万安演习期间 这位恐龙哥如今恐怕笑不出来 为了防止不良的示范 所以说也展现我们的执法决心 因此是横琴来采访他六万块钱 原来这位恐龙哥是在上个月21号 高雄万安演习时日上街趴趴走 虽然事后自首 但如今被高雄市警局移民房法 开出一张六万元罚单 可说是万安演习实行38年来 最重的财阀记录 当时就是纯粹就是好玩 他在对自己在接受调查的时候 他表示他对这个行为也相当后悔 算一算恐龙哥在大马路上 一共出现了21秒 而这21秒的搞怪代价 就是缴六万块钱 还得在两个月内完成缴款 另外台南也有趁着演习来乱的 这两名外籍男子 利用空荡荡的地下道打溜滑板 这几天恐怕也会接到罚单 这应该罚的 人家已经跟你说这样子不行的话 你还要做的话那你就 我觉得你那个罚单就自己做吧 但恐龙哥先前 只不过是个在饮料店上班的员工 这一罚六万块钱 不讲还会被移送到行政执行处 不只吸引着搞怪代价还真大 借着成功名张信 高雄报导